本文是起额号不八卦会死人 原创文章 独家发布起额号 不得转载 周立波自美国归来后 便开始成为娱乐圈榜上常客 他和燕军 他访等人们愿纠葛看第一部大剧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内容 8月23日 周立波在微博上回应燕军的起诉 表示自己将会亲自前往美国迎战 周立波曾说自己主要的敌人是燕军 但他对于唐爽却从未手软过 在23日恢复中 他奉劝唐爽不要再自作孽了 不要每次自己跳出来当棋子 言语中透露着汗血不成钢的感觉 但唐爽对于周立波的关心 可是一点也不领情 在23日发文 按指周立波招水军 十次作孽 显然是准备和周立波正式开战了 8月24日 周立波再度发文 这次的矛头不是燕军 而是唐爽 周立波就不是霸占高铁座位 是件讽刺唐爽 趁唐爽被比他精致 有些读书人丧失底线的内心 已经强大到变态扭曲而不自知 在文字中周立波还呼吁有关部门 能够以强有力的法治汉美兰代社会摇摇 欲坠的道德底线 而周立波这段言论 也引起寥寥不孝的热计 有网友觉得周立波这样乱说话不合适 但也有网友表示支持周立波 相信他是清白 不得不说 周立波对于唐爽的感情可是有点复杂 最初将他当做儿子一样看待 在他倒戈之后 一开始还抱着希望 让他珍惜前途 在确定唐爽的真实态度后 便是各种狂轰乱炸 隔几天就爆料唐爽的种种丑闻 现在周立波已声明将会去美国应战 那么这件事是否会随着周立波前往美国而结束呢 他是否会就此放过唐爽 让我们拭目以外